不惜皇冠设计的九种武器类型 每种武器类型都有它不同的攻击范围和被动技能 武器之间也有不同的品质分别 从普通的传说品质越高 就有更高的伤害和更好的技能效果 下面就给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 每种武器类型的不同之处 首先是常见类型 可以攻击前方三格的敌人 并且被动技能更偏向于进攻 你可以在常见里面看见各种各样的进攻技能 使用难度偏低 下面是战斧类型 伤害略低于常见 但是可以攻击周围一格内的所有敌人 技能更偏向于控制 而且有很多buff状态 使用难度极低 萌新的最佳选择 匕首类型 只能攻击前方一格的敌人 但是一次攻击可以对敌人造成两次伤害 并且每次都有概率触发特殊效果 使用难度中等偏高 建议对游戏有所熟悉后选择 长枪类型 对阵前方距离两格的敌人造成伤害 技能效果十分强大 buff效果强于所有其他类型的武器 使用难度中等 全套类型 可以对前方距离三格的敌人造成伤害 并且在最远距离击中敌人时 往往会有强大的特殊效果 使用难度中等偏高 还有法杖类型 攻击距离与长枪相同 但是伤害较低而且无法穿透 不过法杖拥有所有武器最高的法术伤害加成 使用难度极高 萌新要谨慎选择 接下来是枪械类型 枪械拥有子弹系统 在打光子弹时需要消耗一回合时间换弹 手枪拥有四发子弹 可以对前方距离三格的敌人造成伤害 并且最后两发时会双弹同时发射 造成两次伤害 往往在换弹或双弹时 可以触发独特的技能效果 使用难度中等 步枪三发子弹 可以对前方距离四格的敌人造成伤害 并且子弹可以穿透敌人 每发子弹都有概率触发特殊效果 但是子弹太少 需要频繁换弹 使用难度高 限弹枪 两发子弹 这个攻击距离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算了不形容了吧 反正看得懂 它会散射出三发子弹 如果敌人在一格距离内 这三发子弹就会集中在目标身上 造成三次伤害 使用难度中等 好了 以上就是游戏里面 九种武器类型的简单介绍 除此之外 武器还拥有特性系统 你可以在解救铁匠铺的老头后 在他那里花费金石来解锁自己想要的特性 有全部武器都可以用的通用特性 也有只有特定武器才能使用的特殊特性 其中三星特性最为强力 但也最为难得 你可以在商人房间的武器台里面 花一定金币打造出已经解锁的特性 可以加入或者替换掉自己当前武器的特性 根据组合的不同会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同时武器的品质越高 就越容易得到高级特性 而传说级武器都有独一无二 且强大无比的技能效果 而且也有更多的特效 目前游戏里面只设计了九把 分别对于每一个武器类型 想要获得传说武器 你必须先获得武器的图子 然后靠近商店的图子回收装置 接锁完毕之后 游戏内就会有概率爆出传说武器 在游戏中武器的选择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玩家大部分情况下的主要输出手段 所以在选择武器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跟自己死魔向性比较好的武器 比如你的死魔是喷火巨龙 就选择了一件匕首作为自己的武器 那么你的技能很难跟武器产生配合 会让战斗变得难上加难 但如果你的死魔是石人花 武器是步枪 那么就可以先用石人花打出控制 而自己用步枪在远程无压力输出 相性极好使战斗变得更容易获胜 值得一提的是 枪械类型的武器由于攻击距离较远 会给人一种很好用的感觉 实际上并非如此 由于需要换弹 并且在没有控制效果的情况下 敌人在靠近你时 往往自己还没有打出多少有效的输出 所以想要使用好枪械武器 需要对游戏有一定的理解 否则建议谨慎使用 介绍完了武器 下面介绍一下游戏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系统 连击系统 每个怪物身上都有特定层数的护甲 每攻击一次 护甲就会削弱一层 当怪物失去所有护甲 就会进入昏迷状态 这时就可以放心的对怪物进行输出了 而在特定的回魂数字内 如果连续打掉两个怪物的护甲 就会进入连击状态 造成的伤害会增加 而且还会恢复一次闪现次数 所以如果你技术够好 在特定的情况下 可以不断的通过闪现 调整好自己的位置 不断的打出连击 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设定 就是额外破甲数 当敌人距离你一格位置时 护甲会出现波动 此时对敌人造成伤害 就可以额外再打掉一层护甲 加快破甲速度 而敌人在蓄力状态下受到攻击 也会额外损失一层护甲 也就是说 当有一个敌人在你一格距离内 同时又在蓄力 那么就可以一次攻击 打掉敌人三层护甲 但是额外的护甲损失 只会在一次攻击行动中 生效一次 不会反复生效 比如匕首可以对敌人造成两次伤害 那当敌人的距离是一格 那么我们的破甲数就是 在两次伤害的基础上加一 也就是三层护甲 而不是四层 好了 在了解了连击系统和武器系统后 玩家就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搭配出自己想要的打法 通过武器的不同距离和特性 触发连击系统 打出各种连击状态 是非常重要的操作 当然 这其中就牵扯到走位 和摸清敌人攻击规律 而进行白瓢护甲乘数的操作 这就属于攻略部分 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我们下次再聊 以上就是布什一皇冠的武器介绍 和连击系统介绍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